今天很高興可以站在這個叔叔圈 那今天呢也很緊張 原因是剛剛從丁老師 丁教部長的演講之後呢 我再想的就是 今天下午很qualified 因為呢我從台大的通識教育的TA 一直到今天我成為老師 所以這個題目有幾個重點啦 太好了 年輕 學者 通識 生涯 以及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轉化 我是如何變成今天的我 以及變成我今天的我的過程中 我是否有改變了其他人 那今天呢就在這裡頭想跟大家分享這整個歷程 以及我到底有沒有改變了一些人 或是丁教部長剛剛所說的台大的通識教育之下 所交出來的TA 不知道他的發展是怎麼樣 請等一下演講完了 就請丁老師給我一個分數囉 好這個是我在兩年前 在成大的成功登多阿郎的一個演講裡面 去整合了在這幾年我們希望所帶給學生的一個能力 我們希望帶來學生什麼樣的能力呢 其實他是非常的同時非常的多樣 我們希望學生們他可以具有自主學習的能力 他是可以閱讀的 他是可以反思的 他是可以溝通的 他是可以跟老師一起有共創式的教學 一起回動 他可以應用他的知識 我們更希望學生進一步的 他是有資訊素養能力 他可以開闊他的心收 開闊他的接受力 接著呢 當然是希望他可以跟國籍上面做鏈接 可以發揮他的影響力 可以練聽他的思想 以及會這些智慧 那今天的演講裡面好多老師都有聽到說 最終我們還是希望可以讓這些學生 他是可以成為世界公民 強化他們的社會責任 以及回饋社會 這些理念出來以後 在準備這個演講 我是在想 那這些理念到底有沒有在我的學生身上 被我教過的學生身上 曾經就是出現過呢 所以我找了一個我過去的學生 這個學生呢 我問他說 當你回想一下 當我在一起上課那段時候 對你有影響嗎 那你覺得這個影響是什麼 有沒有達到 當初通識教育 我們希望齊取你的精神呢 我的學生說什麼 我的學生這樣子回答 注意一下 請問當初通識課程 你齊取我們達到什麼樣的精神 然後答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不擔心 可是接下來的故事是什麼 我等等再跟大家分享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我認為 其實我認為 教育對於思考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影響力 從小開始 我們現在認為 通識教育很重要 國養教育很重要 我們更要從小朋友 小朋友的時候 開始推廣起 我的時間還有十五分鐘喔 還是要 等一下 我等一下就跳得出來 我等一下就會跳 我了解了 我了解了 好 所以呢 有一天我從美國出差回來 我帶了這一個 就是 有一天我的女兒 跟我的兒子 準備了這個早餐 這早餐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大家可以戴起眼睛 閉起眼睛來 看上它的特別地方是在哪裡 好 來讓大家放大一下 有沒有發現 其實在這個餅乾上面 有多類似小蟲 不過我很驚訝 說 怎麼會有這隻小蟲在上面呢 那我的小孩告訴我的是 媽媽 你昨天不是說 你帶回來這位小蟲 是小蟲零食嗎 難道我們不能吃昆蟲嗎 頓時我的想法是 對 我從來沒跟他們說 昆蟲不能吃這件事情 或是 吃昆蟲不好 吃昆蟲 很奇怪 我從來沒有這麼說過 那現在的食蟲文化 其實被視為是 世界有去發展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 優質蛋白質的來源 就像是 我們這邊是在泰國的 就是菲林 我們磨碎了以後 加入那個黑胡椒 在麵包上面 放進去烤來吃 或是到了比利時 他們開發了這種蟲蟲便當 或是德國 他開發了這種蟲蟲漢堡 可是這種食蟲文化 如果真的要進到 可以改變世界 其實我們要從教育的理念開始 而且是從最基本的理念開始 我一直都很喜歡這本書 《愛麗絲夢遊仙境》 路易斯卡羅他是一個數學家 他是一個哲學家 他是一個作家 他是非常的跨越 這個是《愛麗絲夢遊仙境》 裡面他提到說 愛麗絲又重回了 就是Wonderland 他碰到紅皇后 紅皇后抓著他努力往前跑 可是他發現他們還停留在原地 紅皇后跟他說 如果你要跑得更遠 必須要幫兩倍以上的力氣 再來的話 白皇后告訴了愛麗絲不一樣的事情 他說 我親愛的 你一定沒有做好練習 我每天在早餐前都會練習去相信六件 impossible sin 接著把impossible sin 改成unpossible 可是不論我們要跑得更努力 或是將impossible轉為unpossible 我們要的不只是那種能力 我們要的還有那種耐性 或者是創造力 還有不一樣的一個想法 好 那我認為通識教育這個名字很吃虧 因為它叫general education 可是這個general 其實它一點都不general 它是深化的 它是廣泛的 它是結合的 它要將我的專業能力 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 跟不同力量結合在一起 變得更general 我亞教育裡面的liberal education liberal也是不簡單的事情 它的原意是來自於書 來自於樹皮 刻著文字的樹皮 到了最後它其實是自由與獨立 在這個不general 不general 在自由與獨立之下 我們到底該如何讓我們自己 或我們投入通識教育的自己 或是我們的學生 在這個理念之下來尋找自己 我將這個尋找自己 分為幾個部分 第一個是 我們都不斷地急著要定義 不論是我自己 我的學生們 可是在定義的過程 很幸運的是 我有著通識加入了incubation 所以我可以去尋找我自己 我自己的專業 可以跟什麼樣的能力做結合 我是否喜歡教學 我是否喜歡實作 接著我要去收集我可以有的能力 我可以有的資源 我可以有的能量 除了收集在我心裡頭之外 我還要可以使用它 發揮它 讓它發揮它的影響力 那下一個階段更是要統整 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特性 我們該如何把它統整在一起 而這整個過程 我們更要可以自行評估 知道說 這一個整個教育過程 或是我們受教育的過程 是否有讓我們自己 發現被隱藏的能力 發揮自己被隱藏能力 或者是把隱藏的能力發掘出來 這幾句話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好那這裡是我小小的人生的履歷 就是我在大學的時候是念公共衛生 到了碩士的時候是念海洋生物 那個時候還沒有太多 是我的跨越概念 那時候常被挑戰就是 你學而不驚 但是我個人認為 我還是把我公共衛生 在流行病卷上面捨立 用在我的學生養殖疾病上面的探索 我並沒有覺得我學而不驚 到了博士班的時候 開始接觸通識教育 我擔任TA 剛剛丁老師所說到 丁教授所說到的 擔任TA的過程中 我學到了更多 為了準備這個演講 我返回了我在2008年以前 在做TA的時候 去參與TA培訓 以TA的角色 跟在座的TA所分享 那時候我對於TGN System的定義 就已經是在於TA是一瞬間燃燒 照亮永恆的課程 這個課程不是我們的那個課程 而是TA它自己人生的課程 以及我們所希望帶給學生的 是不是可以改變學生的人生的課程 這裡有幾張很醜的point 在2008年之前所做的 這是生命科學 與人類生活 羅索邦老師所開設的課程 那時候我們就非常努力的 去規劃出我們想給學生什麼 我們希望給學生 閱讀素養 可是那時候我可能不知道 什麼叫做閱讀素養 這個概念還沒有出來 我們希望它有創作力 我們也希望它可以 討論思念的過程 那在整個TA的演講之後 我所分享給底下TA說 我所學到的 並不是我知道怎麼 使用我的專業能力 或者是我知道怎麼設計課程 而是學到了這種 剛剛就是蔡校長 還有黃老師所說的實力 組織能力 創造力 從內而外的就是Pervisness 好 那接下來 我終於到了 就是佛後 以及到了成大 當了老師的時候 我更有空間 更有能量 去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我帶著學生 略有小王子 還有蘇士的赤壁父 來了解 什麼叫做育種學上面的訓養 赤壁父 念完了以後 會問說 請問蘇士他看到什麼樣的魚 什麼樣的蝦 有蝦 有蝦在那邊代表什麼意思 我帶著學生 開始把他們的思想串領 以及進行團體上面的 整合都是我剛剛在過程中的每一步 好 我鼓勵學生發言 由於表達 這一行課是一個我非常難忘的moment 我們不以發言作為加班的基準 可是那一次幾乎全班都舉了手 我說聽 讓我照著想 這是值得經驗過程 我有了能力 也受到了系上全部的支持 重新改造了我們的服務學習 放下了掃把跟粉機 帶著學生帶著他們的專業能力 與熱情到了 天香到了 就是咖啡原裝 去把我們的能力發揮出來 跟社區做結合 更帶著學生發揮他們的imajination 跟著工科 希望走上工科的就是高中生一起去打造出來 一個就是高水壓低水體的一個養殖系統 他工科 我是生科 沒關係 我們可以溝通 好 那開始呢 帶著我的學生創造出 把他們的想法可以實際的創造出來之外 也帶著學生去將一些原本不可能的事情 將它幻化成可能 然後也跟著主持出口比賽 好 到了成大圖書館擔任館長 我有點擔心 我不是文科的 我也不是社科的 我也不是管理的 我也不是工科或是資訊的 我有的是什麼 我有的是通識教育帶給我的不設限的大語句 所以我到了成大圖書館擔任館長 我有了更多的資源 我知道圖書館是通識教育的好朋友 大家介紹通書館是通識教育的好朋友 我們有著更多的月子 我們可以有著更大的支持 我們知道如何去尋找適當的老師 揪集更多的學生 我們也可以形成這些風氣 而這些全部都導入了通識課程裡頭 我們所開售的通識課程 我們叫做就是成大不可理事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 一百多人 第一類型的課程 第一類型的課程 它是我們有著非常繁雜的前訪 互訪 互訪 了解 接著有老師跟學生 十三組的針對某一個偏鄉的小學去 分別十三個偏鄉的小學去設計出他所屬於的他的課程 結合了閱讀 結合了專業 結合了科普 結合了非常多的能力 而這些小學生可以看著Nature的圖片 去創造出去想像出這些科學的想像 還有另外一個叫做為愛的方式 它是屬於一個人的課程 就是一個人就可以完成 不需要團隊 可是它就是用聲音用每個人都有的手機 接著就是把整個閱讀的精神 專業的課程融合在一起 而這個通識課程所得的成果 更進入了台灣圖書館去服務全台灣 兩千多位視障者 讓他們同樣可以有很優質的 有聲書閱讀的資源 好 那我回來看 這一個問題 之後我學生 我跟他回答什麼 他說 助教 當初通識課程 你允許 你希望我達到什麼樣的精神 我跟他說 其實就是成為現在的你 他了解了 他是這幾年來唯一可以叫我的助教 他非常的科目 他說 十九年前他修了我的課 他在這裡也看到我的創新 我對學生的在意 或是用心 那 他 覺得我幫他樹立一個很好的聯辦 他現在也成為老師 他是紅麗山 他在今年他得到了新加坡全國結束華文教師獎 我們聯絡至今 我曾經感動了他 現在換他感動了我 通識教育其實他希望的 就是可以讓我們自己以及我們的學生 可以 live fully live now and be mindful 從內而外成為真正的自由人 謝謝大家 謝謝你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